大家好 又是娛樂圈夫人音樂劇的余告片 今集是介紹音樂劇裡面其中一首歌 是探討做太空人 如果兒子上學被人打 做父母的又會怎樣呢 如果媽媽哭做兒子的又會怎樣呢 我太太不是在沙蘭市嗎? 沙蘭市很大霧 我太太就學駕車去機場接我 整整一下就躺在室路 在山上又開始天黑 霧又大 銀燈射出去只剩下霧 只剩下霧 只剩下霧 兒子就說 媽媽,不要哭,媽媽 只剩下你和我,媽媽 我女兒剛剛讀中學 13歲左右 她就說要去澳洲讀書 我便放在寄宿學校 當我送她進學校 第一刻 我便看到三個鬼妹 看著我們進來 我便看著她 她說 這三個人一定會欺負你 你兒子有沒有被人欺負? 沒有 如果她被人打,你會怎樣? 要不要她打 要不要她打 要不要她被人打 當然要被人打 還是你打回她? 以前我會 這個耳部逆部又不太好 但如果要她忍氣吞聲 自己一口氣都忍不下去 所以其實是挺難的 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是聽了 我們的男主角 陳友先生的經歷 她說她太太教她兒子 告訴她兒子 每首歌都是全部寫她的故事 很難搞啊 這首歌 很難搞啊 音都不知道是什麼音 你寫得出來 你寫啊 你應該唱到啊 一定 有歌伴著我 爸爸 真心保證 真心保證 打架獲全勝 就算世界再壞 有怪獸叫聲 她都可以 達到她的平正 不必驚迫 不必驚迫 全場靜靜 那怎樣啊 喂 今集就講到這裏 究竟後事如何呢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